首先由時代力量執行10分鐘 接著是民進黨團 五黨團協聯盟 最後為國民黨團 每個黨團執行時間30分鐘 現在時代力量10分鐘齁 市長跟市府在座的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好 首先想要請教韓市長 這次去港中澳的行程 有沒有帶申駿下來走路 走路啦 就是有沒有從地鐵站 看申駿整個城市的道路規劃 他們的地鐵站下來之後 人行道非常的寬闊 而且很平整 我們知道韓市長 把路坪當作是施政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也覺得除了汽車的路權之外 我們行人的路權也很重要 所以如何未來在高雄的火車站 捷運站附近 讓整個人行的環境可以能夠進空 能夠平整 這個我想韓市長這次考察的時候 應該也要看到這個重點 接下來我想要提的是 38億這個訂單 農民實際上面能夠拿到了多少 這個要請韓市長特別去留意 不是說訂單簽了之後 第一個它會不會實際落實 第二個這個錢會不會進到農民的口袋 這兩件事情 我們請韓市長繼續去關心下去 以整個高雄市的產業發展來講 農業它是0.2%的經濟產值 它的人口比例是3% 那在整個市政的規劃上面 這次製造業批發零售業佔40%左右的人口 的經發局局長 為什麼沒有在這一次的港中號行程裡面一起出去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提問 那在整個出訪過程的時候 只有國民黨的議員收到這樣的通知 行程表上面我們也沒有拿到這樣的資訊 後來從媒體的這個行程表上面 我們也看到去香港的這個行程裡面 並沒有中聯辦這個行程 那我們就想要提問說 中聯辦這個行程到底是在什麼時機點下面被安排下去 中聯辦行程結束之後 那一天當天晚上 中國台灣網就講了說 這個韓市長到香港見證一國兩制的成功案例 接下來這個中聯辦 這個中國全國政協香港區委員 劉兆佳他也在媒體上面講說 韓市長此行默認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取得成功 關於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憂慮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的朋友 在看到韓市長進入中聯辦之後 這些香港的媒體記者他們說看傻了眼 過去的外賓在進到香港的時候 是不會進到中聯辦這個地方 因為基於尊重香港的自治 中聯辦我們知道他實際上面去操控香港的選舉 那這個實際上面在香港操縱一國兩制的中聯辦 是其他外賓基於香港自主自治的權力 不會踏進去的一個地方 就連貴黨的同志朱立倫先生他也說 如果今天他進到香港 他也不會進到中聯辦 他會選擇一個在外面的地方 去跟中聯辦做會面 我想這個也是尊重香港 廣大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們一直希望 我們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是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可以去守護這個民主的制度 但是今天一腳踏進去的時候 香港的人認為那個不是一般 香港的官員可以進去 也不是一般外賓可以進去的時候 今天韓市長進到了這個中聯辦 他們給我說的是說 他們覺得這個有招見的意味 等一下也請韓市長做一下說明 那另外一點是我們整個行程上面 議員沒有辦法參與 那至少我們可以透過新聞記者的這個報導 來跟我們講到底裡面談了什麼話 或是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任務有沒有達成 但是實際上面到了香港之後 進了中聯辦 接下來要去國台辦的會面之前 他們整個在住宿的部分就被取消了 那記者就被安排到去其他的行程做採訪 等於說韓市長當初承諾他們說 會坦承以對跟他們交心的這個時間也沒有了 那後來韓市長就自己去跑去跟中國這邊的政治官方代表去做對話 記者也不清楚裡面到底在做什麼事 我們也很疑惑 所以等一下也請韓市長說明到底在裡面說了什麼內容 那最後我想要提的就是 其實我們關心的民生議題也包含了我們的民主價值 就是說當今天媒體他的採訪權受到限制 當今天中國很多的這個朱瘟他的消息沒有辦法出去 甚至說這個民眾在微信上面說朱瘟的事情要小心 第二天他就遭到中共黨局的逮捕 我想這個絕對是民生議題啊 那最後請教韓市長就是說 今天這個訂單如果您市長離開了 這些訂單會留下來嗎 如果韓市長今天離開了高雄市 那這些訂單會不會留下來 我相信人是會走的 制度是會留下來的 高雄不能只靠一個韓國瑜市長才能拿得到MOU 而是必須要建立整個產業升級的制度 而我們民主的制度也是在許多的 我們的老前輩辛辛苦苦建立下來的 這樣的民主制度 我們也堅守 請韓市長要堅守這樣的原則 替我們台灣捍衛我們的民主制度 好那接下來請黃傑 不好意思現在時間剩不多 本來說有15分鐘 不知道為什麼只剩下10分鐘 好一開始想要再請教一下市長說 這次出訪新馬和中國 你說是經貿之旅嗎 那請問帶來的將近30人花了多少錢 可不可以現在給我一個答覆 市長 我同意答覆好不好 前面還有八題 我同意答覆好不好 好啊好啊 然後我跟農業局有調資料 去新馬六個長官總共花了44萬 但是我跟研考會要去中國的經費資料 他們不願意給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來請市長一併答覆 再來想問一下 53億的訂單是誰跟誰簽的 這個也等一下請市長給我們一個答覆 其實農業局的臉書上面就有寫了 多數是我們農漁會跟對方的中國的企業來簽 但是我們要這個訂單的內容 具體的訂單內容的時候農業局跟我說 這個企業是農會去簽的 所以農業局也拿不到 他們也不知道訂單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沒有辦法提供給我 可是根據農會法 其實高雄市政府就是農會的主管機關 本來就應該有監督管理的責任 如果市府連內容都不知道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進行監督輔導 然後來保障農民的權益 這個我真的很懷疑 可以看一下你們簽的MOU的內容是什麼 進行產品的推廣活動 費用各自承擔 那請問這個有什麼任何的實質經濟效益呢 另外一家公司 中國森林有限公司 它已經被媒體爆料涉嫌帳目造假 已經被香港的證券交易所勒令除牌了 為什麼我們會讓我們的農會 去跟一個勒令除牌的公司來簽協議啊 再來 華民投資企業 它背後很明顯就是福建人民政府管理的 它就是一家中國的國有企業 另外一家深圳的海吉星 也是深圳市的國有企業 也就是這個背後很明顯就是中國的政治訂單 它是帶著什麼樣的意圖 難道市長還不清楚嗎 所以我要問等一下請市長回答說 MOU和七月內容可不可以讓我們市民知道 給市民一個交代說 你簽的這幾億幾億為什麼都沒有明確的數字 我們你沒有告訴我們確切內容 我們怎麼知道是不是只是市長寒爽的 更何況裡面簽了什麼 是不是有怎樣的附帶條件 會不會出賣我們市民的權益 出賣我們的主權 我們都還是不知道 甚至這次帶了十個議員到對岸 但是連議員可能也都不知道這個訂單的內容 那議員是不是只是市長背書的工具 是不是直接就是藐視我們議會的監督 再來我們看一下中國 他其實是一個很習慣於欺騙的一個騙子 國際上有惡名昭彰的騙子 他跟菲律賓簽MOU至今執行率只有6.8 他加入WTO就沒有遵守開放市長的承諾 所以掀起美中的貿易戰 甚至他承諾其他國家的公路工程煉油廠 還有捐贈的款項至今都沒有履行也沒有下文 再看一下國內的例子 2015年簽ECFA之後 我們的施木魚本來說要賣到中國 最後全部賣回來台灣 我們的石斑的養殖技術甚至被中國偷走 然後他們扶植之後再來跟我們的養殖戶競爭 這些國內外的例子 相信市長也都知道 那為什麼還會這樣冒著這樣的風險 然後要跟他們接受這樣政治的好意 如果再發生這些情況的話 我們的農民應該要怎麼辦呢 市長都口口聲聲說自己是高雄市的CEO 但是我們至今還是看不到CEO的格局 你只是一直找一次性的訂單 甚至是政治訂單 然後這些訂單的內容還不一定會成真 我們的農業技術還要被偷走 不知道市長對於這樣的種種的例子 到底有什麼樣的想法 一文鐘 好最後 其實剛剛余凱有講過 農業其實只佔高雄市的產值0.2% 我們都知道農民很辛苦 但是還有99.8%的產業要請市長來關照 來照顧 但是至今只看到市長一直在幫農民搶地單 那整個高雄市的整體規劃是什麼 等一下希望市長一併回覆我 包括中國的出訪費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給市民知道 再來簽訂的內容為什麼不能公開 再來面對中國這樣慣性的騙子 你有沒有做任何的商業上的風險管理 再來高雄市其實是二三級產業為重 那你對於二三級產業有沒有任何的規劃和想像 希望市長可以好好的認識高雄 來規劃我們高雄市的整體的產業轉型 這樣才是對高雄市有幫助 也會真的東西會留下來 不要再講一些空話還一些口號來欺騙市民 以上謝謝 來 市長 談一下 謝謝林議員跟黃議員 金發局這次沒有跟著去 是因為這次主要是農漁產品的簽訂為主 如果有產業方面的座談經濟活動 金發局長就會跟著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邀請貴會十位議員跟著我們 市政府發這個函 並不知道哪些議員會跟 真的不知道 我們很希望將來能夠超黨派 也能夠一起來參與 尤其是大家藉著參訪 刺激思考 大家回來之後政府跟議會之間 能夠共同成長 所以站在我們政府的立場 很希望能夠不同的黨派一起有機會 我覺得這一點一定要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市政府沒有任何 一定要某一個黨派跟著我們政府 絕無此事 希望未來貴會議會這邊也能夠不同的黨派 甚至無黨籍多的來參加 類似像這樣子 重要的參訪跟經貿活動 第三 這次去中國大陸大概一個人 四萬三千塊 約估花到八十一萬左右 約估 約估 我們都是盡可能節省 盡可能的節省 而且絕對市政府出訪 絕對不會住五星級酒店 我們都是三星到四星 我們自己這方面很自愛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沒什麼錢 其他產業方面也跟兩位議員報告 非常著急 但是我們市政府有沒有可能 幫中國石油公司 中鋼 台船去找訂單 有沒有可能幫國劇 幫這些重大企業去搶訂單 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 我們沒有能力去幫企業界去搶訂單 可是我們卻有能力幫 墜機的農 漁民 朋友們搶訂單 尤其這一次沒有想到 幫花農業搶到訂單 所以我們知道自己政府扮演的角色 政府不能高估自己 認為自己無所不能 現在產業界來 我們就盡可能讓它武通 水通 路通 電通 然後各方面協助它行政程序簡化 我們知道自己吃幾碗飯 市政府有什麼能力 幫這些產業搶訂單 各位講給我聽聽看 絕對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做企業界好朋友 任何企業來高雄投資 會感覺到整個市政府 是陪伴你 幫助你一起來成長 這個是我們對產業界的態度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當領頭羊 當火車頭去陪著 幫農漁民搶訂單 因為我們有這個能力 可以幫他們 產業界我們就當它的好朋友 所以這99.8的產業 絕對不是不重視 一樣重視 過兩天工業總會要來 現在估計最少600億到800億的投資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前兩天海拔王的投資 再來國際 我拜訪了這幾家 都要投資高雄 好 我們幫他們搶訂單嗎 絕無可能 包括鴻海 我們也在幫他找土地 大概要7000坪 我們只能把環境給他做好 他的需求幫他解決 剩下他自己會去衝 這一點我要跟各位議員朋友們 女士先生來報告 我們知道自己的角色扮演 那這次的花打了一個路出來 一個月六百萬台幣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花 也有可能 因為政府 我們有這個力量來幫他們 所以看不同的產業 我們扮演不同的角色 這一點要跟議會來報告 至於這一趟去香港澳門 大家沸沸揚揚中聯辦的事情 所有接待的單位 我們都尊重 很多人講講這一段時間 其實去之前 去之前我們也跟有關中央單位溝通過 大概會去哪些方面拜訪 大概 可是我們心中無懼 我們並沒有害怕 我們為什麼他安排飛機場 我們就看飛機場 安排賽馬場 我們就看賽馬場 安排屠宰場 我們就看屠宰場 安排中聯辦 安排香港特首行政長官 我們就去啊 我們在怕什麼 而且從頭到尾 市政府團隊跟十位議員都在旁邊 大家很清楚 一切都很自然 我們高雄的未來 要不停地交朋友啊 我們怎麼可以自己樹立圍牆呢 這個不來往 那個覺得怪怪的 沒有 我當市長 市政府的態度非常清楚 任何人歡迎我們高雄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沒有任何敵人 全部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高雄市的未來希望是在這裡 所以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我再說一遍 我們的未來一定是陽光的 燦爛的 面向海洋 面向國際的 我們不會自己設障礙 人家來 請我們 來交換碗 吃完飯 聊得很愉快 我們就離開了 怎麼叫賣台咧 這一點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是我的理念 如果大家覺得理念 你們沒辦法接受 我們可以在議會來 大家再來提出質詢 沒有問題 可是我認為高雄 絕對不能再裹小腳 高雄一定要大衝刺 一定要大破大力往外衝 不然高雄的未來 是自己設限的 這是不可以的 再來一個一國兩制 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報紙 修理我們高雄團隊 說我們幫一國兩制背書 請問我們高雄這個團隊 沒有到香港之前 香港實施什麼制度 一國兩制 我們待了兩天離開香港 香港實施什麼制度 也是一國兩制 我們一個高雄市政府 有什麼辦法 我們把自己當成什麼了 我們可以解救一切 改變一切嗎 都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交朋友做生意 宣傳高雄 這兩天十幾億人的點閱 點閱高雄熱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心理素質非常的健康 我們的心胸很累落啊 我們怕什麼 我們沒有任何好怕的 我們就勇敢走 基礎是什麼 我們的自由民主嘛 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一動就是賣台 搞到最後 我們自己把自己綁住了 所以我要跟兩位議員報告 我們沒有去之前 他們是一國兩制 我們吃完飯拜訪完 兩天離開簽了約 他還是一國兩制 我們不可能做任何改變 但是我們可以釋放一個訊號 高雄願意結交所有四面八方的好朋友 為了我們高雄的發展 這個是要跟兩位議員 以及各位議會來報告的 我覺得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也是正確的態度 至於就差不多這樣子了 跟兩位議員 如果不足的部分 請再結束質詢 新馬大概花了34萬新台幣 我們農業局 什麼風險管理 我想這樣好不好 跟兩位議員還有議會報告 我們有一部分大概 大概有14個月是7月立刻開始執行 大概有6個是MOU 最近有些有心人 一直把我們全部扣成MOU 不是的 我們7月會直接就執行下去 那MOU這一部分 可能要時間開始執行 不管怎麼樣 這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總是讓我們市政府 跟農會 漁會試試看 我們還沒動就唱衰 沒有意思嘛 讓我們做嘛 而且農民漁民佔的人數很少 但是都是要養家活口的 我們讓他們能多賺一點錢 為什麼不做咧 好不好 我想給我們一點 給大家一點時間嘛 這總是一個好的開始 好不好 謝謝 我跟兩位議員還有議會報告 從頭到尾我們十位議員都在旁邊 聊聊家場 聊聊高雄 聊聊天南地北 從頭到尾就是交朋友 沒有任何不可告人之事 團進團出 所有參加的議員都可以作證 也完全沒有密室協商 另外高雄市政府能賣台 我們旁邊台南市政府可以賣台嗎 我們在旁邊台東花蓮縣政府可以賣台嗎 不要講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好不好 全部團進團出 謝謝 接下來 民進黨團 一點 bey 還是很帆